TVB一言黄欣颖去年因为背着男友马国民出轨人夫许志安 事业立即掉进谷底跟一度逼走美国八个月 直到12月才回到香港 不过回港后黄欣颖没有立即重头工作 尝试安安静静的过普通人的生活 当大家以为她可能不会付出之际 最新黄欣颖接受港媒的专访 泡白了自己回港后的一些心路历程 更直言没想过转行 回港后至今三个月黄欣颖一直没有工作 她表示大多时间留在家中 做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 最近还第一次煲汤给爸爸喝 令对方很感动 黄欣颖坦言可能以前放了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 现在好随心随缘 没有工作就好好享受生活 学习照顾狗狗 去年的艰难时期后明白没人比得上家人的爱 另外日前黄欣颖出席家庭饭局时被派到右脚多了一个黑色的玫瑰纹身 问她有什么含义黄欣颖只说多谢关心 不知道是否她希望浴火重生 因为根据网上的资料 黑玫瑰代表死亡之花 寓意重生 也有另一个说法是代表神秘的爱情 但是目前黄欣颖的这个情况 追求爱情似乎有点败原品了吧 所以第一种解释明显更适合她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